各位同学晚安 今天我们来继续介绍 武登全书里面的第六十三位主师 他叫中南山为正禅师 中南山为正禅师 那么 为正禅师是平人姓周氏 授业于本周正法师 得法于松山普及禅师 极入太义山中学者仪式 他得法是从普及禅师 得法 那么普及禅师是何许人呢 普及禅师是在松山 我上次讲过 他是这个 慧安禅师 在六祖慧能大师跟 神秀大师不见了以后 他是他们的师兄弟 那么他就到少林寺 松山少林寺去传佛法 传禅法 那么当时很多人就跟着他 所以他叫老安禅师 那么所以当时很多人都是到那里去学禅法 那么普及禅师呢 是慧安禅师的弟子 那么 同时呢 他自己 是 北中 他是支持神秀当六祖 然后他自己自认为七祖 自认为七祖 禅中那个时候是闹两派 一个是北派 一个是南派 北派呢 他们支持 神秀当六祖 然后普及当七祖 南派呢 是慧能当六祖 然后神慧当七祖 神慧七祖是 朝廷策封的 因为他 平定安禄山之乱 有功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姻缘 我们今天不是在讲普及禅师 所以我就把他交代一下 当时的禅中是分成两派 那武登全书是把禅中里面各宗各派的人都介绍 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禅中祖师的时候 首先要弄清楚 这个他是哪一个宗哪一派 他的法是什么法 第二段 唐文中 唐文中好十号喜好吃哈利 那么当时沿海的官员就 大家辛辛苦苦去给他送哈利 去这个 唐文中是不是叫偶尔还是叫什么 叫哈利 那么有一天唐文中正在用餐的时候 有一个哈利不开口 那么唐文中就觉得很奇怪 就烧香祈祷 奇怪了 烧香祈祷 这个哈利就开口了 就打开来了 打开来呢 就里面献了一个观音菩萨的像 观音菩萨的像 哇 非常的庄严 那他当然不敢吃了 那么唐文中于是用君树檀香盒子装起来 在外面装上美丽的颈段 赐给了辛善寺 辛善寺 在西安 他是 好像是当时的汉密的三大寺 不空三大寺 住在辛善寺 他就送到那里去 然后他就 大家都去看 这很奇怪 那么他就这个问 问这个 他的 草里面的群臣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么 霍有咒太一山 为正禅师 声明佛法 博文强济 起遭问之 他们就有人说 在太一山 太一山是在什么地方 不太 我这边没有去查 他太一山在什么地方 那么肯定也是 他既然在中南山 中南山脉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他有好多预口 我曾经在中南山上 很高的一个山上 这个 想要 想要弄一块地 盖一个产堂 在那边中老 就老天爷 大概 在 看我熟成未咬 所以就 就后来没有搞成 所以呢 中南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口 那太一山 太一山呢 我相信也是在中南山 中南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山 它是组合了 北方跟南方气候的一个分界线 换句话说 这个 中南山以南 是属于南方气候 中南山以北 是属于北方气候 它气候有非常大的差别 但是现在中南山已经被打通了 其中有一条隧道 整个贯穿了中南山 然后呢 贯穿了中南山 我那个朋友带我去穿过 我光在隧道里面就走了一个多钟头 出来 出来就是南方 南方就是 怀让祖师的 怀让祖师的这个 这个这个家乡 所以中南山的南边 一出去的那个地方叫 叫汉中还是叫什么 它是这个怀让祖师的家乡 当年有说怀让祖师 这个在家里放光 出生就放光 然后朝廷说 这个是哪里来的光 他们说是这个中南山 然后呢 他就 这个这一段 中南山非常非常高 他不可能放那么大的光 然后朝廷看到 长期是在西安 对 anyway 都不讲这么多了 那么很多事情你都要到现场去考察的 都去考察 所以我现在跟我的朋友要发起一个认主归宗的运动 认主归宗 我们要将来有机会 我们要组团到中国去一个一个我们的主庭 去这个考察 去查访 去看看 所以 那么 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们就把违政禅师请来了 然后呢 这个 他就问他 这个什么意思 那个 这个 这个 违政禅师就说 成文 物无须应 此乃陛下之信心儿 我觉得 他这个 他这是在拍马屁 这个 他说 天下的任何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佛法也讲 无缘不成 就是如果没有缘的事情 他绝对不可能成 无缘不会 无缘不 所以这个就是缘 虚无 虚无 就是说 这个出现 任何的奇景 都是 都是有原因的 那在这个 哈利里面出现了 一个观音菩萨 那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文 这个 文中很喜欢吃哈利 那哈利里面出现了一个 观音菩萨 那是不是就叫他 以后不要再吃了 你不小心把菩萨给吃掉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以后可能就不再吃这个哈利了 也许是这样 所以做菩萨很难 碰到这种 你还得要献几个神通给他看一看 他才会相信 所以这个 Matthew 所以这个 这个故 顾 气精月 气精 这个就是讲的 气精是 应该是出手吧 梵 lens 苏丹那 苏丹那是educétat的意思 气 就是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要弃理 一个是要弃基 一个是通教 一个是要通宗 教理上要弃 弃就是符合 符合教理 弃基 就是要符合 符合音源 禅基 要符合禅基 所以所谓讲的弃经 就是讲到这个经 如果在教理上 在实修上都能够 与众生相应 这个叫弃经 他曾经说过 因以此生得度者 极限此生而说法 这个事实上是 法华经里面 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的话 观音菩萨普门品 他有曾经讲过 千处祈求千处印 那么 因以合身得度者 我即以合身而度之 这是在法华经里面的 关于菩萨品 的普门品 那么法华经里面 最流行的一个品 就是普门品 其他的品 太深奥 一般来说不太懂 但是民间 民间 不管你是有学问没学问 基本上都是念普门品 我老母亲 这个 每天都起来都要练普门品 然后 祈求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我当你讲 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 在我们 娑婆世界 五大菩萨 娑婆世界 有五大菩萨 一个是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 是 在地狱里面 去度化众生 一个是 这个 文殊菩萨 他是智慧宝剑 专门斩 邪魔外道 所有的邪 邪魔外道 邪说 全部是 文殊菩萨管 文殊菩萨拿了 这个杀人刀 杀人剑 去专门杀这个邪法 那普闲菩萨呢 就是 讲的是修行 所以 所以在 《华言经》里面是 文殊菩萨 代表的是 根本制 那么 普闲菩萨 代表的是 方便制 那中间 做的是 是尊 这是文 就叫 华言三圣 华言三圣 那么另外呢 就是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他是 慈悲心最大 那么 所有的众生 只要你叫 观音菩萨的名字 祈求他 那么他就会来保佑你 我曾经讲过 我跟 我们跟观音菩萨的一个人缘 在古代 也不要说古代 现代 像我父亲那一辈 我父亲那一辈 也是战乱 那么我们是 我父亲是 我们在上海 那么 日本侵略中国 侵略中国的时候 第一个就从上海 杀进去 杀进去以后呢 到处抓这个壮丁 抓壮丁 来当做日本兵 来 来残害我们自己的 同胞 那么我父亲 那个时候 在高中 刚毕业 就逃跑 逃到后方 去参加了军校 到黄埔 黄埔军校 去投笔从容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当年 十万青年 十万军 当时这个 国民党的号召 就是抗日 当时有很多 非常多的热血青年 你看高中刚毕业 那个才多大年纪 对不对 20岁 可能20岁左右吧 18、9岁 20岁 就去卫国 就讲一辈子 就是这样 那么 所以当时我的奶奶 我 我爸爸的母亲 就是在她 逃到大后方之前 就给她皈依 观音菩萨 做观音菩萨的义子 义子 就是拜观音菩萨 为义母 那这样祈求观音菩萨 能够在战乱中间 在危险中间 能够躲过灾难 所以当时民间的信仰 对于观音菩萨 是非常的 非常的依赖 为什么 因为她是寻苦就烂 哪里有苦 她就救 那么当然也有人不信 但是信的人蛮多的 所以 所以这个民间 对于普门品 的一个推崇是非常 普门品 有单行本 专门把 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 拿出来 来 来这个 来送 普门品 那么 这叫契经 契经上面讲的 因以合身得度 献合身 说真 你是皇帝 我就要献一个身 来度你 所以呢 就在皇宫里面 你吃的 哈利 里面献一个观音菩萨像 那么 这个皇帝也很执着 他说 既然观音菩萨 献了一个像 但是他没有开口说法 他没有跟我说法呀 三合大地都在说法 他说法不一定是要 开了嘴巴在那边讲话 那叫 才叫说法 有时候 这个 有时候打个掩饰也是说法 有时候做个手势也是说法 有时候 这个说法的方式很多了 对不对 我们禅宗呢 就是举手投足之间 多是佛法 就是看你是不是弃精 那么所以呢 这个 皇帝就说 那菩萨没有跟我说法呀 把那个师父就说了 陛下独此为常也 为非常也 信也 信也 皇帝陛下 你看到这种现象 在哈利里面 哈利里面好像以前都是 藏的珍珠吧 好像是 怎么突然跑出一个佛来了 我不晓得是不是同样的东西 结果呢 他说你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吗 他说不正常 那既然不正常 那么你相不相信呢 相信 那就是已经在跟你说法了 这就是四线法门 所以为什么说三河大地 都在跟我们说法 就是这个叫做四线法门 我以前刚 破餐的时候 然后呢 有一次这个我们南加州 下了暴风雨 下了暴风雨 我回家的时候 一棵树倒了 刚好就倒 倒在我的这个车子的前面 我当时 马上就有一个 马上就说 谁的手机请你关掉 马上就 就有一个念头 就说哎呀 这个是 这个 这个老天爷在跟我说法 学历更生方地固 公民水道自取成 所以呢 刚破餐的时候 就视线了这个景象 那 当时我的感觉 不是说受导了 要赶快打电话叫警察 不是当时的反应 马上一个反应就是 哎 学历更生方地固 那就表示说 世间 世尊 在跟我说法 就说 不要德少为主 学历更生方地固 你要很 要下功夫 要下很功夫 你要下生的功夫 否则的话 你就跟这棵树一样 树虽然很大 但是一个暴风雨就倒了 这个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那时候刚破餐没多久 后来想一想 世间法 是不是也都是这样 我们常常 读书 以为懂了 以为都悟到了 以为都那个了 事实上 考验来的时候 你一个也过不了关 为什么过不了关 你经不起考验 经不起打击 经不起折磨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的根不深 像种一个蓝花草一样 大水一来就冲倒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闭关 写书 看经论 做科判 我要把我的根基打得 扎扎扎实实 扎扎实实的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编了 七十多本 七八十本书 这就是学历 根深放地固 你们做学问 尤其是佛法 佛法 教理那非常的复杂 他有华言宗的 有阿含的 有大称的 有小称的 有方等的 有波罗的 还有这个法华的 等等 五师叛教 非常完整的体系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些世尊 在什么情况之下 对什么样的人 说什么样的经 世尊说法华经的时候 五千个比丘不相信 以为他是魔 世尊 把这五千个比丘 通通赶走了以后 他才开始讲法华经 弄清楚 活埋了多少比丘 那世尊讲 仁且经是在 仁且三 是给天龙八部讲的 有时候是给他母亲讲的 有时候给天龙八部讲的 有时候是给大菩萨讲的 像华言经是给大菩萨讲的 仁言经是给小称 小称的这些阿罗汉讲的 二十五元通 他每讲一部经 他都有对象 他都有目的 他都有目标 所以我们研究佛法 你不要以为你懂了一本经 你就懂了佛法 那实在是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要对于教理 我们要不断的精进 而且你要读正统的教理 不要去乱读什么论 所以我们佛法讲 依经不依论 我们要读的是经 而不是论 你不要去读什么广论 什么仪学实地论 这些论 论都没有用的 要读经 所以依经不依论 这是世尊的教理 我们现在都是依论不依经 要依法不依人 我们现在是崇拜个人 都是搞个人崇拜 蓝老师不得了 功夫很高 我崇拜他 我是他的粉丝 你是在依人不依法 事依里面 依人不依法 依法不依人 依经不依论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还有一个依什么东西 忘掉了 所以呢他就讲说 这个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既然是稀奇的事 你相信了 那就是已经在跟你说法了 对不对 山河大地在跟我们随时在说法 我们走到一个地方 看到 树突然倒了 最近几天 那个Yosemite烧火 六千多个人从那边跑掉了 地水火风 为什么会死火 为什么天气会这么炎热 火是属于暴力之气 就是因为世间 所有的西方的政客 都在杀 都在打仗 都在吸附别人 这个叫做暴力之气 当世间的暴力之气 产生的时候 我们整个宇宙的能量 就受它的影响 所以天灾能祸 就陆陆续续 一定会发生 尤其是火灾 这叫刀兵节 逃不掉了 佛法已经讲得很清楚 可惜啊 大家都不信 基督教不信 什么教都不信 我们自己 佛教也不信 我们佛教只信自己的师父 只信自己的这些崇拜的对象 对 佛法能进步吗 所以 155页讲到 皇情第五段 皇情愉悦 得未成有 很高兴 哎呀 你观音菩萨亲自来加持我了 然后呢 就在 留在道场里面 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当我最落魄 当我在房地产里面 有一天 政治的时候 非常落魄的时候 基本上都要倒闭了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 有一位 有一位女士 打电话到公司 她说要请我们带她看房子 买房子 那我一听很高兴 带她去了 当然去看看 看了半天就晚上送她回她的旅馆 然后再约好 第二天我再去带她看房子 结果第二天一去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观音菩萨视线在度我 我就回想 她到了我的办公室之后 我的办公室放了一个观音菩萨像 她坐在我的对面 她说你也信观音啊 我说是 我们大苦 我们这个业障太重 大苦 大慈大悲 救苦就能观世音菩萨 我还告诉她 我的父亲是观音菩萨义子 所以呢 我们全家 对观音菩萨是 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崇拜 然后她就讲说 哦 我也是信观音的 我给你讲个故事 她就跟我讲个故事 她说她在台湾呢 是一个工厂的老板 他在阳明山上有房子 结果呢 她的工厂快倒闭了 有一天 她就在阳明山上的房子呢 有这个山 阳明山上 我们学校在阳明山 所以阳明山上 她到了冬天的时候 她有那个山栏的雾 非常的漂亮 她就把窗户打开 那个山栏呢 就从外面 飘进了她的房子 从窗户飘进来了 她正在那边欣赏的时候 突然发现 怎么飘进了云里面 有一个观音菩萨 当她看到观音菩萨的时候 她一动都不能动 观音菩萨就告诉她 你每天祈求我 我都听到了 但是你的业障 没有消 钱是欠人钱 金是要还人债 等到你这个债还完了 你就OK了 然后观音菩萨就飘飘飘飘 就走了 所以她工厂倒闭 她就很心平气和 很坦然的接受这个业照 这是她当的我的面 亲口跟我讲的这个故事 我到现在为止还是有迷啊 然后完了之后 第二天到旅馆去找她 没有这个人 所以菩萨的行仪啊 那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 就看你是不是信得很虔诚 如果你真的很虔诚 在你有难 有苦难的时候 观音菩萨是一定会出现来救你的 我自己本人就有几次 视线 Anyway 所以她就要 皇帝就要各个寺院都要立观音像 要立观音像 那一年 那一年四川的 那一年四川的 二零 二零哪一年四川 四川的文川大地震 文川大地震的前一年 我去了四川成都 然后很奇怪 那一年啊 我突然 我就 我就跟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事啊 大慈士 大恩士还是大慈士 这个我就跟那大恩法师讲 我说 我希望能够 请你们全院的 全体的 和尚 跟我们一起 拜一次大悲餐 很奇怪啊 拜一次大悲餐 那个法师 当然他也很 他因为知道我的 学佛的经历 所以他就很同意 把全市的人通通招来 我们就在他的大悲餐里面 拜了一场大悲餐 爱着大家痛哭流涕 那接着 我就给一百多个 的居士们开示 大悲餐的法门 也是讲的大家流泪啊 伤心的不得了啊 我去机场的时候 大家舍不得 五六四个人 到机场去送我 机场还以为是什么 什么邪教的来了 又杀玩意了 结果第二年 文川大地震 那死掉了好多人 我就突然警觉到 观音菩萨 慈悲 我马上就赶到西安 赶到这个 四川文川去 我在上飞机的时候呢 在机场的时候 那个飞机都还在动 地还在摇 我在西安上机场啊 四川文川的地震 还在余震 我下了飞机 我就要赶到 赶到现场去 我小小会一点点 朝渡法门啊 对不对 到现场去 就他们不准我去 他说因为现在 封锁的很厉害 尤其我是外国人 更不能去 那我就每天 就关在家里面 看电视了 哎 后来有一天 我就到大使市去 走一走 哎 结果呢 刚好他们从台湾 请来了 不晓得哪一个市的法师 带了几个 带了七八个图定 就到那边去 办这个 与其言口 超度大法会 结果呢 大使市里面的 这个住址看到我了 马上就要把我抓上去 就是你也来参加 非要我参加 哎 我说这是法师主持的法会 我们就不参加了 他说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来 好了 我就 我就参加了他们的那个 坐在他们的超度的法会上面 我们在台下 他们在台上 台下的也是 等于是 然后我就 从头到尾 整个超度法会 我就录定 我在录 录定的中间 我就 我就办超度 我在定里面超度 然后完了之后 出来以后 心里面就很舒畅 人家问我怎么样 我笑笑就走了 这就是姻缘 我们在文川大地震的时候 我前一年就在关于 就突然 一个心血来着 我就要跟大家讲大悲战 我就要那个 要市里面的住址 亲自办一场大悲战法会 前一年呢 我都不知道第二年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种东西都是 你这个 你修行到了 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是会有很多的感应 为什么 因为 我们是在替天 在行道 我们在为佛法 在传法 anyway 所以 那个印象 非常的深刻 非常的深刻 我们就是讲一点 我跟观音菩萨的一种姻缘 然后我 2012年出山 打禅的时候 我就跟观音菩萨讲 我说我不想出山打禅 打禅很辛苦的 而且还有业力 我也没有把握 能不能让你们破禅 等等 然后我就跟观音菩萨讲 我说这样子吧 我就十个人破禅 我就收山 我当时就跟菩萨讲 十个人破禅 我就收山 结果 我没想到 这个第一场残棋 就业力法师破禅 我在中国 这个西安 阿弥陀斯打棋的时候 至少就五个人破禅 哎呀名额快满了 马上就六个字 剩下四个名额了 后来我就跟观音菩萨说 哎呀 我说这个 开放一点吧 多给一点名额吧 后来 后来又说二十个 二十个还是不够 最后说五十个吧 五十个破禅 我就收山 我就金盆洗手 现在大概也快五十个了 所以 我们 讲这些就大家当故事听听了 我也不是说宣传 我强谋人都了不起 而只是 告诉大家 心诚者灵 你跟菩萨不要做买卖 不要做交易 我今天供养你一个苹果 明天就保佑我身关发财 你这次在跟菩萨做买卖 我们学佛是绝对不能跟菩萨做买卖 你发心不振 你的成果就会有问题 人家就讲说 有一句话叫什么 很久没讲了就算了 所以我们学佛 不要自作圣洁 不要自己在那边自己高抬自己 哎呀我修行好棒啊 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那些东西都是非我 一个破山物道人 绝对不可能自己随自己 所以我们修行 修行很重要 第六段 这边就是牵涉到一个 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是真正的修行人 如果你是真正的修行人 你是放开了明跟利 在为佛法做事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会有天龙霸布扶持 我们都有复法神 这个复法神 他会事先预警 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时候是用脱梦的方法 有时候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让你产生一个警觉 我们学禅的人都非常的仔细 心非常的仔细 只要有一点点hint 我们都可以领悟到一些残疾 学禅的人是心非常细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一定是有神通 有神通 那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没有神通 但是你做佛法 你为佛教做很多事情 而且是为政法在做事 不是为了 言谋外道在做事 那一定有天龙霸布扶持你 保证有扶持你 当你危险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所以为政禅师 突然就到中南山去隐居了 人家说 你为什么好好的就突然躲起来了 他说我要避仇 我要躲避仇家 结果呢 没多久就发生了 发生了法难 法难 在三五一宗法难的第三个是三五一宗的法难 是在公元842年到845年 唐武宗即位 唐武宗即位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禅宗 跟道家 那时候 那个时候的唐朝已经是在开始没落 所以宦官腐败 掌权 后唐及五代石斗 非常的混乱 安禄山 安禄山这一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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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谁 他也走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北中 神秀的北中 势力也衰败了 何者中 神会的何者中 也势力都衰败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佛家 可以残门 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 但是也出了很多很多的大祖师 黄伯禅师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这个龟山中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 然后呢 还有几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大祖师 黄伯禅师 陪修 这个 洞山梁界 围山林幼 围养中的开创者 这个 曹洞中的开创者 这个都是在那个年代 出来了 所以越是乱的时候 佛法越是要有人出来震惊 那唐武中 在八百四十二年到八百四十五年 就是三五一中的法难的最后一个 他当时迷信道家 把佛教的寺院 废掉了四万多个佛教的寺院 逼迫二十六万的 二十六万的出家人 不管你是尼姑还是和尚 还俗 所以那几年 非常非常长 在中国历史上 所称为三五一中的法难 法难 但是呢 那个时候因为有法难 所以呢 大家都逃到山里面去了 黄伯禅师呢 黄伯禅师呢 就被陪修 就黄伯禅师就到了陪修的残堂里面躲起来了 陪修是宰相了 对不对 然后就到了晚宁治 朝夕参寇 你看到没有 黄伯禅师多有智慧 现在有法难 他就把黄伯禅师 就是偷偷的带到他自己的庙里面去 每天跟他残残 每天跟他残残 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叫黄伯禅师传心法药 黄伯禅师传心法药 就是在躲避这个法难的时候呢 黄伯禅师把这个 陪修把黄伯禅师 藏在庙里面 跟他每天残残 一对一的残残 所以陪修也误到 陪修的后代 是宗教局的师长 陪彪 前几年我在少林寺跟他见面 我一看他姓陪 我就说你是不是陪修的后代 他听到他很吃惊 你怎么知道 我们陪修跟陪家有关 我说陪修是非常了不起的残师 大残师非常了不起 所以他的后代一定会流传的 这个陪师长看到着握着我的手 高兴得不得了 好像看到了自己 因为我知道他 唐朝时代的祖先的事迹 所以我说你也是非常有慧根 后来我们在少林寺分手了 他就说宗教局你有什么事 找我 我倒没有什么事了 我送了他一本汉船五门残法 我送他一本汉船五门残法 他看得津津有味 看得津津有味 很有悟性 然后我回美国以后不到两年 他就写信告诉我 他说他要办退休 希望我将来回中国的时候 能够带他打残 所以这个残门 你不要以为是八百多年前的东西 我们现在两千多年了 差了一千多年了 这个历史的传承 这个精神是不灭的 只要你是真心的 学佛学法 好了 这边有一段故事 所以禅师说要回避 就躲了 然后呢 到了武宗在八百四十六年 三月二十三号驾崩了 驾崩了之后呢 当时他另外有一位 叫做唐宣宗的即位 八百四十六年的三月二十三号 这个唐宣宗呢 是唐武宗的兄弟 好像是兄弟吧 他是第四位太子 他怕他篡位 怕他篡位 所以呢 他就是县宗的第四个儿子 唐武宗就跟他是等于师兄弟啊 他就把他丢在公厕 公厕就是 那时候宫殿里面有厕所 那倒是茅斯坑啊 茅斯坑不是现在 像不是像现在我们的这种抽水马桶啊 他是茅斯坑的 茅斯坑呢 就是这个东西一丢下去 很多那个时候就把小孩往里面丢 就把它淹死在茅斯坑里面 又臭死得又惨 还好 他被一个宦官所救 救完之后呢 他就这个 把他救出来之后就 就偷偷的 离开皇宫了 离开皇宫以后呢 他就消法为生 他就剃度 变成和尚 那咒由天下 然后呢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 当然皇宫里面知道他是谁 所以呢 他这个时候呢 就跟香炎 智显禅诗 在百丈山看瀑布 他就 他就 这个时候他就参禅了 皇帝参禅了 他是出家当和尚 参禅 然后呢 智显就 香炎智显禅诗 就练了一首诗 在山上他们两个 这个非常高兴 在一起谈了一块 他说穿云透实 不迟牢 你看我们在山上 我们参禅 生活多么的休闲 穿云透实 在山上 这个自由自在 地远方至出处高 我们在山上看到这个 云云世间 地远方至出处高 他就讲了这句话 宣宗就讲了 这句诗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诗 他说西间其人留得住 这个山上的小溪流 哪里留得住 哪里留得住 中规大海做波涛 你不要看小小的河流 在山间好像不体现 他如果到了大海里面 他就可以翻天覆地做波涛 他的志气多大 后来 后来这个 唐武宗死了 唐武宗死了之后 第一死 然后左神撤军 马上就把他引回宫里面去 引回宫里面去 然后那马上就 马上就当皇帝 接皇帝的位置 接了皇帝的位置 然后他马上就重新弘扬禅宗 这个时候黄坡禅室又出来了 红遍禅室也出来了 尾山林幼也出来了 贵阳宗的尾山林幼也出来了 林幼祖师也出来了 黄坡祖师也出来了 了武禅室也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出来好多的大祖师 就在那个时候 那么唐宣宗在做小沙咪的时候呢 做沙咪就是他被救走以后 剃渡作为圣人 有一次他就跟着他的师父 到这个 到这个庙里面去礼佛 他礼佛 他就问那个住持 他说不找佛求 不找法求 不找深求 长老你礼拜 你到底有何求 弹机哦 这就是像金刚经讲的一样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你 现在是什么心 他 这句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讲的 我们拜佛 拜佛不找佛求 我们拜佛 就是拜佛 我们不要拜佛的时候 动一个念 哎呀 观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我给你磕了三个头啊 请你保佑我呀 这叫有 这叫有所求 所以拜的时候 不找佛求 拜就是拜 不找佛求 不找法求 我们也不求法 不找深求 我们也不顶礼和尚 那么请问你 你礼拜 是求什么 你看 这皇帝啊 当和尚的时候 他就懂得残疾 你看他的悟性多高 结果呢 这个法师 这个法师就讲了 你问我为什么拜佛啊 对不对 你说你既然也不求佛 也不求法 也不求神 那你为什么拜佛呢 这个禅师就回他了 我拜佛 我不找佛求 我也不找法求 我也不找深求 常理如是事 就是我看到 我就拜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法师就讲了 这个 这个皇帝法师就讲了 那用理何为啊 那你还要你 你拜什么东西呢 你还要拜什么佛呢 既然你也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深求 那你求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求 那什么都不求 那你何必拜呢 我在四川的时候 有一位自己以为 很了不起的一个禅师 陪我到一个山上去 朝拜一个庙 看一个庙 我进了大堂 很自然 我就到大雄宝殿 对着佛 典礼一三百 我一出来 就看到这位老几 在门口掉根烟 一副不屑 一副瞧不起你 那样子 还有这个在 还有这个在 他居然讲着这种话 我就回了他一句 法住 法位 我不是有这个在 没这个在 而是 我们 法住 法位 我们 见到佛 我们没有 所求 我们自动 公公进进的礼拜 没有什么 动什么炼 没有什么所求 这就叫做法住 法位 后来我就开骂 我到处骂他 我说你学禅 学这个狗屁禅 喝佛骂主 见到佛 不礼拜 你以为你是啥 你以为你是谁 我对这些 胡说八道的 所谓的禅师 所谓的这些 我痛骂 后来他找人 传话给我 他说 强老师 以后不要再骂我了 我已经开始礼佛了 我说这还差不多 你连法住法位 你都不懂 你还跟我讲禅 你以为你误道了 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你比佛还大 你早得很 你还是人 你是男的 就是男的 你是女的 就是女的 你不要做妖怪 很多人学禅 学到后来都变成 邪魔外道 就是这个原因 狂妄 无知 所以我们学禅的人 要特别的特别注意 你不要落到狂禅 调理不通 所以这个学禅 这个禅门里面 那这个风险 跟他的一个 一个奇路 特别特别的多 你只要起心动念一错 你就十万八千里就错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鸟生脱死的 这是借你的自信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不要就以为 就是到 佛当上拜拜佛 就是佛门的地址 你早得很 好吧 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这个如果你们有问题 你们出去以后再进来 我们可以聊一聊五分钟十分钟 我希望我们大家 要带着很恭敬的心 去听 这些祖师的故事 从祖师的故事里面 能够启发我们 什么是真正的惨法 什么是真正的佛法 不要一天到晚在 胡说八道 我的师父怎么定 你的师父怎么定 有怎么定 好我们先 这一段 这段讲到这边